把这个杆子撕掉 这个杆子可以拿着做泡菜 泡出来好吃 但做手势泡菜炒出来它不好吃 不容易炒熟 太硬了 这个杆子 清洗了之后 这个水一定要沥干 如果这个水沥不干的话 炒出来就很多水 就不香 就不会好吃了 就不好吃了 其实里面不是很脏的 随便冲一下水就可以了 因为包菜是一层一层的 包在里面的 里面的不会很脏 把它拍破就可以了 葱头我们先把它切出来 葱头分开放 葱头切成结 分开装 葱叶也切成结 骨花肉肥肉都是可以的 主要是要有点油气 有点猪油炒出来才会更香 更滋润 更滋润 更好吃 这样我们做手势泡菜的 配料我们就切好了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 炒包菜 少点点油 把锅热好 再下入五花肉 这样煸炒 把五花肉里面的油汁 这样煸出来 油汁煸出来了 就下入干辣椒 还有拍蒜 葱头 炒香 把干辣椒的胡辣味炒出来 炒香了之后 再来下入我们 沥干水的包菜 这个包菜下下去 我们用这个锅铲 或者勺子 这样压一下 再炒 它会好炒一些 好炒一些 包菜不要炒得太死 炒太死的话 吃起来就没有那种脆嫩的感觉了 脆脆的感觉 加入三颗盐 三颗的鸡精 把它翻炒均匀 这样翻炒均匀 再来加入20克的蒸鱼尺油 这样把它翻炒均匀 最后我们还要加入五克的香醋 放一点香醋 吃起来更开胃 更好吃 不喜欢吃醋的朋友们 就不用放了 再来放入葱叶 把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不要炒太久 这样子有点脆嫩的感觉 更好吃 好了 我们可以起个装盘了 这道好吃的手撕包菜就做好了 营养美味 六下饭的家常菜 餐熄 餐熄